第三層一年的經典 想要那麼多 週末要登上小巨蛋 沒有任何歡迎 欣曉琪 曉琪姐姐 歡迎 阿翔的歌牌 重要的巨星 也是劉口這邊的歌后 阿翔唱的歌曲呢 總是喜悅留守一度 她的風靈來詮釋 小巨姐 慢一點 大家在拍照 謝謝小巨姐 太美了 第一人是 這個歌聲讓我們創造新坎裡 而且 吳林斯巴斯 太厲害了 小巨姐好 你好 請跟所有的媒體朋友 還有很多可能都在看直播 我剛剛看到很多人都在開演出直播 都想把你的歌聲傳出去 跟他們好 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謝謝你們今天來 然後來支持 更加也謝謝網上的朋友 對不對 謝謝大家在收看我的記者會直播 謝謝 是很開心看到小巨姐 你終於要看小巨蛋演唱會 我記得上次訪問您的時候 您還是坐在輪椅上 哎呀 終於可以站起來了 實體挺的 那我們開幾張美麗的照片先 我幫你拿麥克風 謝謝 謝謝 我們要再次恭喜小巨姐 這麼多年來的經典到今天 大家還是很難忘 來我們找到更好的位置 這個好嗎 這邊 好 這個位置可以嗎 好 謝謝 謝謝 小巨姐在過去呢 打造了好多好多的好歌 甚至呢我們都知道 她是瞄傷天后的鼻祖 那當然在穩實的孕育之下 有許多重要的代表作 好 要我再往左邊 右邊一點點嗎 好 小巨姐麻煩您再勞假 謝謝 謝謝 好 來 可以直接指示她 沒關係 小巨姐很親切 再右邊一點嗎 再右邊一點 好 靠近海報是吧 好 靠近我們這張主視覺 謝謝 當然最近呢 小巨姐也有新歌 就是相信愛情 而這次我們要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終於 在12年沒有在台灣開演唱會 但是竟然漏掉了小巨蛋過去 所以這次呢 一定要目標 第一回登上小巨蛋 9月29日 那麼對於歌迷來講 也肯定是個大事 那麼相信呢 美女朋友也很期待這一天的演出 我們讓小巨姐親自來 為我們分享這個心情好了 終於要 站上這個指標性的小巨蛋 對 您的感想是什麼 當我接到電話說 小巨蛋的場地升級到了 我真的是 完全就 腦筋一片空白 是當下一片空白 當下一片空白 然後我覺得怎麼可能 因為我聽說 小巨蛋的場地很難升級 對 強很兇的 對 那表示說 我手氣很好 我其實手氣非常好 所以我就覺得 非常的 除了驚訝之外呢 我有點惶恐 因為太久又在台北做演唱會了 對 十二年的時間 對 很離奇 太久了 所以我很擔心的是 就是歌迷會把我給忘記了 對 然後 擔心之後就開始想 哎呦行行行 我要開始鍛鍊吧 然後開始要 腦筋裡面就開始醜化 那麼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越來越就覺得比較篤定一點 心情比較穩定一點了 對 對 終於走到今天要跟大家宣布 這個好消息 真的好消息 這個確實是這樣 這個雖然小巨姐有很多的忐忑 但是呢 其實我們絕對沒有人會忘記你 因為你的歌太多 你看各個選秀節目 包括今年你看 北京會市的那個春晚 林心如跟黃曉明唱的歌 也是你的歌 然後領悟 到現在多少人在KTV 還會給領悟 您別小看自己太厲害了 您的作品太多了 曲目要怎麼安排 請問姊姊 31年來 非常的傷腦筋 對不對 非常傷腦筋 我第一次開的曲目有70幾首 70幾首 對70幾首 因為我覺得好像每一首都不能不唱 你要唱到早上 對 我不要先準備一筆錢 罰錢 OK的啊 有人就說 那開兩場好了 也可以啊 你中心就幹過這個事啊 兩天曲目不同 對 可是我們只申請到一場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還是一場的話 我們還是精緻一點 OK 所以就伸伸伸伸到現在 大概有50首 50首也非常多耶 50首也非常多 應該我們看演唱會 大概20幾首已經算 非常滿足 那你還會再開放點歌環節嗎 因為現在大家很喜歡 比如說中間來一段 我安孔的時候來一段 我到時候看 我不曉得 我如果嗨起來 怎麼來講 可是那這樣子那個 滾石就傷腦筋了 可能要被 怎麼被罰錢了 不會 我覺得滾石上上下下也都在等 但這一天的到來 發錢發了心甘情願 不過你人生有嗨起來過嗎 喂 你一直都這麼優雅 你說嗨起來 我就記得 我常常聽有嗨起來 但是小妮姐 因為你的歌很多 有沒有什麼你最擔心的事情 比如說 31年前的寂寞的冬 你歌詞還記得嗎 老實說 那個是我 那個時候非常非常用心的第一張 是啊 搞不好還記得耶 你現在還有印象嗎 第一句是 寂寞在冷風的發燒 超小努力一下 哇塞 這個音準太恐怖了 因為那個時候 就這樣很空靈 對很空靈 而且我那時候 學校剛剛畢業 所以我很美聲 所以那整張都是還蠻美聲的 是 小妻姐是科班出身的 她不只是學西樂 學聲樂 她樂器也是很拿手的 所以這些都都難不倒她 被歌詞也是 絕對考不倒你的 很期待 你知道這張黑膠上面 現在市場上 大概要六七千塊還買不到 知道 因為歌迷都在找 對啊 你家裡還有聖的嗎 哈哈 我們在上網 還不知道 小妻本人 就是寶物 小妻姐是我們的寶 請大家多多支持 不過當然每次 講到演唱會 免不了 雖然您的歌已經這麼多了 不過還是很好奇 您會準備什麼精細 可以透露一點 或者是說 會不會有什麼嘉賓的環節呢 其實你想想看 五師首歌 就算是有一點點的 組曲的話 也大概要唱 差不多三個鐘頭 對 三個鐘頭的話 好像沒什麼時間 要請嘉賓 不會 以前蘇達內山五小時 中華街也沒有在客氣的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嘉賓 一定要跟自己 聊一點淵源 或者說有一點 就是有意思的 明白 所以到時候 真的說不定 會有 或是沒有 我們也不敢講 現在還沒有排到這一塊 就對了 其實我們有想 我們都有在想這件事情 那可是 我們現在還要 必須要再進過這個 審慎的開會 對 我們再討論一下 我們看到時候賣票的狀況 再來做決定 哈哈哈 如果秒殺 不用 不用 太緊張了 不過 講到秒殺 姐姐 現在演唱會競爭激烈 你看週間憲哥也宣布 他要開小巨蛋 您也是緊追在後 這個會不會有秒殺這個的壓力呢 就是那種售票上面的那種緊繃 我真的不敢去想秒殺 因為我真的這麼久沒有開唱 然後我真的不曉得 我的歌迷們 不管是隱性也好 或者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你們在哪裡 所以我不敢去想秒殺 可是我只求玩秀 慢慢來 不著急 對不對 我真的希望玩秀 是是是 這個很完美 好 小巨姐總是這麼的謙虛 這麼的大器 不過當然我們看到 也很有意思 因為它並不是 比如說拿小巨姐過去的歌 或什麼來做標題 而且是一種詞 人生若止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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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若止始初見 人生若止始初見 對 這是一個清代的詞 怎麼這麼優雅 用這句來做您的開頭 其實我最深的發想是 我希望我的歌迷朋友們 能夠回到 第一次聽到 我的歌的感動 或者是說 你第一次看到 電視上面 怎麼會有一個女歌手 那個 哭花錢 當選領悟的MV 對 那樣子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就是說 回到相遇的地方 所以後來我們就稍微把它包裝了一下 覺得這句話很符合我當初想要的意境 是 人生若止如初見 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 我們很希望把它保留住 就在初見初心的那一刻 了解 包括唱歌的初心 看大家聽您的歌的初心 對 還有當年看到您的初心 是 我們現在有電話我們接個call in 來 有誰 有誰要交代 啊董事長 對不起 董事長 雖然您是老闆還是要關記憶好嗎 我尷尬了 我現在竟然是當主定 I say I say 好 你 有優勢 董事長 你又上來聖花了 我留到你了 我就跟他講 董事長很忙碌 對 我覺得特別優雅 而且很巧 這一詞的下一句 就講到秋風悲化善 對 剛好您就辦在秋天9月29號 是 是 真的太巧合的季節了 來 既然這樣子 我也想再問一下小細姐 因為終於得到這一刻 當然人生也有很多的 幸福的時刻 悲煌的時刻 遺憾的時刻 像剛剛我看這個影片 我最遺憾 就明去年兩人專輯是金曲獎最大的遺囑 我看了就覺得有點惆悵 但這次你要辦小巨蛋 你有沒有最想找誰來看 不找他來都覺得 哎呀好可惜好遺憾的 其實老實說還好耶 我覺得 我覺得我辦演唱會 我真的很希望就是我真 真正的粉絲 就是詩音的朋友們都能夠來 因為我覺得 這是最重要的 我的歌 我的人他們懂 都一定要唱給懂的人聽 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他們都能夠來 我就非常的滿足 這就是最棒的一刻 對對對 最好的聚會 是是是 所以人生就沒有什麼太大的遺憾 你要說遺憾的話其實是有 就是說 我當然會希望就是說 在我人生當中 這麼重要的時刻 你說我這個 走了三十一年啊 我才走到那個小巨蛋裡 那我當然會希望就是說 我的父母親聽到 可是真的來不及了 沒有辦法 所以 可是我相信他們 那一天他們會聽到的 對 因為他們是最支持我 最喜歡聽我唱歌 是 其實父母雖然離開 但他們反而換話成這個 無形的陪伴 他們反而可以來續自如 搞不好 現在他們也有來看你們 其實 相信他們一定會陪著你上小巨蛋 歡迎所有歌迷 9月29 奇劇巨蛋 給小細節加油 記得要玩靜音再進場 我們請這個董事長 上台說幾句話 來歡迎董事長 大家講 華人一對見的傳奇